好 那么有了这个过程之后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 怎么去修改将购他的一个上传行为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两个页面 看两个页面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边 对将购进行一个二次的开发 那么这个呢 这里面这里有一个链接 那么 这边呢 也有个链接 我这个网联想 好 那么在这里面是他 好 这里面我们打开这个页面 打开这个页面 OK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我们之前的话 你将购默认上传文件的时候 你通过后代管理页面 你选择好一个文件 然后呢 你点击保存的时候 最终保存文件的时候 它使用的是 这个类 使用的默认的 使用的是这个类 叫做 File System Storage Storage这个类 在这个Storage这个类里面 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 Save方法 叫做Save方法 Save方法呢 帮你实现文件的一个保存 这里面Save方法呢 帮你实现文件的一个保存 文件的一个保存 那么 这个File System呢 它里面的这个Save方法呢 其实呢 默认的就是帮你把文件呢 保存到MediaRoot指定的目录下方 那么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要想把它 保存到 哎 这个File DFS上面 我就需要呢 不让它保存在MediaRoot下方 我们就需要呢 自定义这个文件的存储 但是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 我们不能呢 去修改它的 原代码 不能修改它的原代码 那么怎么做呢 Sango本身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 扩展的方式啊 就是这个类 它其实呢 是一个类的子类 它的副类呢 叫做 Storage啊 在Storage类里面 已经帮你预留好了一些相应的方法啊 你如果想想更改这个文件存储的行为 你只需要呢 去 继承这个类 然后呢 重写里面的一些方法啊 就可以做到啊 就可以做到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这是这个页面啊 我们给大家说明的 就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默认上传文件的时候 是使用这个 File System Storage 这个类 帮我们呢 去上传的文件 然后呢 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链接 就是我们说 怎么去编写 自定义的 传储系统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第一句话 一个重要的例子呢 就是你如果需要提供这个 自定义的文件存储 一个普遍的例子啊 你看到啊 一个普遍的例子 就是在某个远程系统上 去存储我们的文件 你看到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在远程存储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啊 然后呢 告诉你怎么做啊 你如果在某个远程系统上 存储文件 你可以呢 通过自定一个存储类来实现 那么 然后下面就告诉你 你怎么去自定这个存储类啊 你自定义的这个存储类 必须是这个 Storage类的 子类 下面呢 你需要定一个类 让它继承这个Storage 对吧 继承完之后啊 然后呢 下面看第三点 你的存储类 必须实现 Open和 Save啊 这两个方法 那么其中Open呢 是用于打开这个文件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不涉及到这个打开啊 我们主要做的是上传的吧 那么Save方法呢 就是实现一个上传啊 实现一个上传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自定一个文件存储类啊 这部分在哪边呢 其实呢 就在我们这边 比如说啊 我这个几个应用里面 我可能都用到这个上传图片 那么它是不依赖于我的某一个应用的啊 所以呢 我要单独的把它放在一个通用的文件夹下面 叫做Utus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呢 新建一个Python的包 哎 名字呢 我就叫做FastDFS 在FastDFS下方呢 我就可以呢 新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哎 我给它起个名字 叫Storage 代表是存储的意思啊 好 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呢 自定义文件存储类 那么自定义的话 我们说在这边呢 哎 刚刚呢 这里面给你做的一个介绍啊 给你做的一个介绍 说你需要呢 是不是继承一下对吧 继承一下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 我把它呢 导入过来 导入过来之后呢 下面我写一个类 哎 比如说我们这个类呢 叫做FastDFS 然后呢 Storage Storage啊 给它起个名字 有意义的名字 然后呢 让它继承我们的Storage啊 好 在这里面 这里面 哎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 FastDFS 文件存储类啊 文件存储类啊 OK 然后呢 这上面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呢 说你需要呢 实现这个方法 对吧 Open还有这个Save啊 那我就点到Open里面 我看它有什么东西 Open里面呢 你看到 这里面Open呢 是不是有一个name 有一个model 对吧 哎 有个model啊 那么 我们把它呢 拿到我们的这个 哎 类里面 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哎 Open 然后呢 这是个成员方法 前面呢 有一个self啊 这个方法什么时候使用呢 这个方法就是打开文件时使用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看一下它上面的介绍啊 他说你这个 你这个文件呢 哎 它是存储类打开文件时的使用呢 对吧 哎 被这个storage啊 负类的open方法进行一个调用 对吧 必须呢 是返回这个发邀对象啊 发邀对象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这里根本就用不到这个打开文件啊 所以呢 我把它拿过来之后 我可以呢 我就没有必要在里面写内容 我直接写一个pass啊 我们关键的一个点在哪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 save方法 你看到 save方法的话啊 它呢 这个参数有一个name 有一个content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把它拿过来 也是在这里面define 然后呢 写上这个save 前面呢 加一个save的参数啊 这个呢 它呢 就是保存文件时使用啊 保存 哎 保存啊 把加上啊 它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保存文件时 使用 好 保存文件时使用的话 那么 然后呢 看一下它的这个介绍啊 它这个介绍 首先 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name代表什么意思啊 然后还有这个content代表什么意思 那么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name是代表什么 这个name啊 这个name就是 这个name呢 就是你选择的上传文件的名字啊 你选择的上传文件的名字啊 你选择的 哎 上传文件的 名字 哎 上传文件的 名字啊 上传文件的名字 OK 那么 然后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content啊 content的话啊 在这里面 content的 那么这个content的话 你注意啊 content呢 它是一个fire类的 对象啊 content是fire类的一个对象 那么 什么是fire类的对象啊 在我们这里面 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们找到这边 这边有个fire对象的吧 点开之后 哎 这个fire对象 点开啊 fire对象里面是不是有这些方法 看到没有 哎 是不是有 read啊 是不是可以读取文件的内容 对吧 这个啊 这个content呢 就是 包含 你 上传文件 内容的 fire 对象 啊 fire对象 OK 那么你接到这个东西啊 那么将过呢 你注意啊 你 你通过后代管理页面 你点击 你选好一个文件 你点击上传的时候啊 将过呢 最终将过会帮你调这个 save方法 调用save方法的时候呢 他会给他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 你选择上传文件的名字 另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包含你上传文件内容的一个 fire对象啊 你有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就可以呢 获取这个文件的 内容 啊 这是他俩参数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 我们说这一部分内容 我最终是不是要上传到 fastdfs 对吧 哎 看我们图上面啊 我最终是不是要更改 他上传的一个行为 对吧 你掉了save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文件上传到我们的fastdfs 啊 所以在这边 就使用python代码呢 跟我们的fastdfs呢 实现一个交互啊 那么这个交互的话 在我们这边 我们说在这里面 你是不是要借助于这个包 对吧 就这个包啊 所以在这里面需要导入这个东西啊 from我们的ftfs client 点client 然后导入这个类 对吧 导入这个类啊 然后在这里面 那么我既然呢 要把这个文件内容呢 上传到我们的fastdfs 我首先我需要创建一个 哎 创建一个 哎 这个 这个类的对象 对吧 ftfs client 对象 好 那么这个对象呢 其实就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好 创建的时候 我们说你需要呢 去指定一个client的配置文件 对吧 client的配置文件啊 就在我们这里面 你需要指定一个client的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在哪呢 注意啊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client的config 对吧 这个呢 哎 我可以呢 把它拿过来 放到我们的fastdfs 目录下方 然后在这里面 你注意你需要修改的地方啊 你拿完这个配置文件之后 你需要改的地方啊 首先这里面有个base path 对吧 这个base path呢 它用于去记录这个日志文件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在你的这个机器上面呢 必须有这个路径啊 那么在我这边呢 在我的mac上面呢 我有一个users 下面有一个smart 它下面有一个desktop啊 我就设置这个路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track server啊 我说client呢 他在上传的时候 他首先是不是向track server 发起一个请求 对吧 所以呢 你要把对应的track server呢 IP地址呢 给他写上啊 那么我应该 我上传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上传的这个虚拟机 是吧 所以呢 我应该写他的这个 哎 IP地址啊 写他的IP地址 就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应该把这一部分呢 改成对应的fast.dfs 这个机器的地址 好 改完之后下面呢 哎就不需要动了啊 然后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创建这个对象 继续写这个文件啊 那你注意写这个文件呢 我要写上这个文件的路径 对吧 这个路径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不能写这个.config啊 你不能写这个.client.config啊 你写完 你一上传就出错啊 就本身这个将冬项目 在运行起来之后 他去找这个文件内容的时候 他可不是这样找的啊 你应该写的路径是哪一个路径啊 是相对于这个 dailyfresh的路径啊 那么所以这个应该最终要写的是 我们的.youtube 下面的fast.dfs 下面的 client.config啊 应该是这个路径啊 你不能直接这样写 .client.config啊 它是找不到的啊 所以你写的这个路径应该是相对于这个项目的路径啊 那么有了它之后 最终呢 拿到了这样一个client的对象 好 然后client的对象之后呢 下面呢 我是不是要创建 上传文件对吧 上传我们的文件 哎 到这个fast.dfs 系统中啊 系统中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给大家在这里面呢 介绍了一个方法 我们说这个方法呢 它的这个 名字呢 在我们这讲义上面 这是不是叫 upload by file name 把这个呢 是根据这个文件的啊 名字去上传 内容 根据文件的名字 去上传一个文件 但是在我们这里 我们在这个 是不是只有一个发邮对象 对吧 这个对象呢 它可以 我直接呢 可以read的 去获取这个文件的 内容啊 那么根据一个文件的内容 去上传这个文件 怎么上传啊 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右键右键啊 点到它里面 那么它里面呢 哎 看到啊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方法 对吧 啊 upload by file name 然后在它的下方 你注意还有一个文件 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upload by buffer啊 就是根据这个内容 去上传这个文件啊 这个方法呢 叫做upload by buffer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上传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写的就是 client.upload by buffer啊 这个里面 你要写这个文件的内容 对吧 这个文件内容呢 其实呢 写文件的内容啊 文件内容 这里面file对象 我有了 我获取它的内容 就是content.read啊 哎 直接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文件内容 上传到我们的FastDFS 那么最终呢 它给你返回的是一个 字典 哎 这个字典的话 在我们这边 我们把这个字典 返回的字典的格式 我们给大家拿过来啊 就是这个格式 就这个格式啊 然后 把它拿到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格式 哎 里面内容 我们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 两个地方 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 status 还有一个是remote file id 那么所以在这边 首先 你上传完之后 给你返回这个字典 你需要判断 它上传有没有 成功啊 就if 我们的RES这个字典 对吧 我要获取它里面status啊 你可以呢 直接g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status 然后呢 如果它不等于我们的这个 阿波勒的success的 这个字符上的话 对吧 说明上传 失败啊 这里面就代表这个 上传 失败 上传啊 失败 那上传失败之后 我应该怎么做 对吧 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通用呢 就别人呢 也可以在他项目里面 使用我封装的这个东西啊 封装这个东西 那么上传失败的话啊 你就不能 直接呢 去 哎 捕获这个异常 你不能直接捕获这个异常啊 就是 谁调用我这个东西 谁处理这个错误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直接去抛出一个 异常 哎 我告诉你这个 上传失败了 对吧 你谁调用我的这个 里面 哎 你知道是怎么处理这个异常 你进行一个处理啊 所以这里面 我们给他写一个 上传 文件啊 指这个 上传文件 哎 到 这个 fast 哎 DFS 失败啊 DFS 失败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 如果错了之后 我们就跑一个异常 好 下面呢 如果呢 没错的吧 代表上传成功 我要获取这个 remote file ID啊 哎 我们再获取 返回的啊 获取我们 返回的 文件 ID啊 获取返回的文件ID 然后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啊 哎 这个 file name啊 我们就 file name 哎 我就给他等于这个 哎 is 点 get 哎 get 谁呢 get 我们的 remote file id 对吧 哎 get remote file id啊 然后呢 再往这里面呢 哎 我最终呢 我要把它 返回啊 注意啊 你返回这个内容是干嘛的啊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他的一个介绍啊 他的一个介绍找到我们的这个 save 那么通常呢 你看到啊 应该返回被保存文件的真实名称对吧 通常传进来的是name 那么哎 返回这个name啊 那么这部分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save方法你返回什么内容 最终在这个数据表的 image自钻里面保存的就是什么内容啊 保存就是什么内容 那么我们想要在表里面是不是保存这部分内容 对吧 哎 保存这部分内容啊 所以我的这个save方法呢 我就需要把这个哎 文件id是不是给他返回 吧 所以在我这边我就是拿到这个哎 文件的id 然后呢 把它进行一个返回 他在表里面呢 就会给我保存上这一部分的内容啊 这是这个save方法 那你看一下save方法 其实里面我们没有几行代码啊 直接呢 创建一个这个对象 然后呢 下面调用这个对象呢 upload by buffer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文件的内容呢 给他上传到fastdfis里面 最后呢 接下返回值 先判断这个上传文件呢 有没有失败 如果失败的话 跑一个异常 如果没有失败的话 获取返回文件的id 然后呢 把它进行一个返回啊 进行返回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save方法啊 这个save方法 那么这里面是这个open 这里面是这个save啊 那么同时的话啊 我们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 你定义的这个类里面 除了啊 除了这个open和save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那么也是需要呢 去写的啊 这个方法呢 叫做exis啊 这个方法呢 叫做exis exis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在我们这里面 找到这个exis啊 exis exis的时候呢 那么将过呢 哎 他呢 你注意啊 他在去调用这个save方法之前 他会先去调用这个exis啊 调用exis的目的是干嘛 调用exis的时候 他会把让你上传文件的这个名字呢 给你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 如果提供的这个name 他所引用的文件 就在你文件里面 已经存在名字叫做他的 对吧 他就给你返回一个true 哎 返回一个true 代表这个文件名呢 他不可用啊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个名称是可用新文件的话 我就给他返回一个false啊 返回一个false 这是exis这个方法的作用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需要呢 去重写这个方法啊 直接define 然后定一个exis 哎 他呢就将个啊 判断 判断啊 这个文件 哎 名 那么是否 可用 那么你想一想啊 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个文件内容 我保存在将冠服务器上面了吗 没有吧 对吧 我是把保存放在dfs里面啊 所以这个文件的名字呢 他不涉及到这个不可用的问题啊 他永远都是这个 可用的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 我直接呢 就是给他返回一个false啊 返回一个false 代表这个文件名呢 他就是啊 可用的啊 他就可以用一个新文件 好 这是这个exis这个方法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类里面 你需要呢 实现的这几个方法 open save 还有这个exis啊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save啊 他呢是 直接的把这个文件上传到我们的fassbfs里面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类啊 我们这个类啊 我们这个类似的